大家好,上半年就刚刚过去了 恒指上半年的表现都比较令人失望 如果看回整体恒指,上半年比去年年底的时间 其实都跌了3800点,即是跌了13% 在区内,甚至比美国来说,当然港股的表现是失望一点 当中最主要都是因为疫情因素 再加上都是大家担心经济增长的问题 在第二季,表现已经好些了 因为如果你看回恒指,今年的高位在1月初29000点 3月份的时候,3月19日的低位是21100多 所以看到市场开始是妈妈消化的疫情因素 令恒指在上半年收市都站在24400点附近 但是下半年的走势是怎样呢 我相信在第三季,我自己对大市的看法 也不是有太大的期望 因为目前来说,大家都继续担心经济的增长问题 你看到IMF早前也将全球经济增长的负数 进一步是调低了 就算明年看回正增长也好 正增长的数字也是调低 反映就是因为疫情 令到经济增长的复原速度也比较慢 我自己看,就算你看到内地疫情控制得比较好 短期我相信都很难说,如果大家冲警有一个V型反弹 我觉得是比较难 我自己看一个U型的反弹 我自己觉得已经是很收货的了 所以变成了第三季,其实继续受疫情因素 或者甚至乎有些政客出来之后也好 第三季那些公司的业绩 尤其是公布上半年的业绩 其实都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我觉得第三季的大市都会是一个上落的格局 但如果你看看整个下半年计 其实主要影响的因素 除了经济 第二就是看疫情 但我自己觉得疫情 你如果再在第三季发展了 跟着你第四季的话 其实除非你说真的出现一个变种 否则的话,我觉得其实 你说疫情对大市的影响 应该就慢慢减退了 反而我觉得在第四季 可能大家开始憧憬 或者会不会有些传闻或者消息 就一些疫苗开始研发成功 到时候对大市来说 我相信是有些刺激看到的 另一样就是重启经济 美国方面现在的情况还是比较严峻 甚至乎有些已经重启经济的 现在又要收回 所以我想第三季都可能在这方面比较反复 但是第四季我相信这方面是会有改善的 而另外还有就是要看回 我想资金的因素始终都是带动着 就算近期港股的表现虽然比起别人 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资金因素之下令到港股的表现 其实和经济都是脱节的 经济表现是很差的 但是股市虽然跌 但是股市的表现不是特别 就好像经济那么差的 这个正正就是反映 全球的央行在印银纸 这个令到整个市场的资金 都是十分充裕 所以我相信资金是推动大市 是一个上升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另一个我想就是技术性的原因 因为恒生指数应该在8月份的时间 重新调整个组合 到时我相信都会有一些新经济的股份 是放进去 比如说阿里巴巴 当然我自己觉得初期来说 它的比重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有这类型的股份放进去之后 就令到恒生指数的股值是可以提高到 所以如果放进去之后 下半年我自己看新经济股都看好 所以预期恒指在下半年我高低 我觉得高位可以见到27000点 但是下面我相信就算下去 都不需要见上半年的低位 我自己看在22500点都会有个支持 至于板块方面 下半年我自己都是继续看好一些新经济股 好像刚才我提到 主要因为目前在疫情之下 已经令到大家对于整体的生活 或者在工作模式 开始一直有转变 当中一些线上的东西 其实都是主流 其中如果我自己看新经济股里面 都是看好阿里巴巴 就是平安好医生 如果五株类股份 我想下半年会否真的可以打破到近期的满局 如果能够打破到一个满局的话 我自己如果看五株股 我可能会选择一只经讯通讯多些 其实新经济股里面 其实手机股都可以留意的 譬如小米 调整其实都可以继续吸 至于你说那些生物科技股 我相信大家要个别去选择 还有真的要去选择一些 他们已经有一些药苗 或者有些药物 它是可以已经有研发的进度的股份 才考虑 那传统经济股呢 我相信暂时就不需要太急了 因为呢 除非你说 已经开始 就是各个通关 有人流 如果有人流的话 我相信 带动出来的一些相关行业 比如说旅游 航空等等 那变成效应会比较大 那如果是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到时才考虑 看看会不会买 跟着一些传统的经济股 但是一些本地的收租股 或者是银行股 我相信今年来说 暂时都可以观望了 不需要急去买了 那今年的事 真的比较反复的 我们先看看上半年 此数由1月20日高位29,174 之后冠状疫症爆发 最终经过8个星期的下跌 恒指在3月19日 一度低见21,139点 跌了8035点 由于技术上是超卖 加上美股也出现一个反弹 港股也趁机会出现一个后抽 之后的反弹就持续到6月8日 曾经一度见过25,303点 即是由低位上来 已经反弹了4,146点 相对来说 等同反弹了8035点的跌幅 大概是51.2% 港势头是转型了下来 因为高位指数在25,303的时间 是修复了50点 修复了10点 20点 甚至100点 但只是碳化一燃 因为买盘的力量不够 况且有一个情况大家应该留意到 整个大市的上升 只有腾讯和港交所两例 腾讯占行之成份10.38% 港交所占3.46% 即是有两个重磅男丑 分别创了一年的高位 和上市之后的升高 但其他男丑全部陷入原地踏步 换句话来说 市好得来 硬是欠缺一股齐齐向上行的力量 所以变成了25,000左右 已经受到贵限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下半年度的市场如何行? 我们真的要看实体经济 当然市场资金高度追捧 是线上新经济股份 医疗股份 甚至是个别5G股份 但始终来说 线上的股份 或者新经济股份要做好 都是基权于一个实体经济平台 稳定 才能够逐步逐步向上推 现在问题是 好像美国疫情第二波已经爆发了 对经济、对旅游、对消费 很多行业都造成很大的冲击 在这样的环境气候之下 实体经济未必会太快 真的可以重启 甚至可能仍然处于一个不明之中 唯独是因为有疫症在 主局大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钱实在太多了 资金进入市场做什么 又是追捧新经济股份 又是追捧医疗股份 即是根红和顶白 这个情况已维持一段比较长的时期 但到下半年度 如果仍然在这个情况 我就觉得不太健康 首先来说 新经济股份 都不知具备线上的概念 的确是可以看高日线 但有个别的新经济股份 由低位上来 累积的升幅真的已经不小了 甚至乎有少少走快了 一旦有一个正常的消化、回调 或者技术上的回吐出来 其实回调的幅度 或者跌的幅度 是可以很明显的 我觉得下半年度 都仍然要看疫情的变化 首先来说 如果美国第二波控制得好 希望第三至第四季 慢慢稳定下来 但情况仍然像现在 有少少实控 就比较令人担心 最低限度 航空业、旅游业、酒店、休闲 消费等 有一段时期都不能重看 这对实体经济造成的破坏很大 不要忘记 有很多商铺、中小户的生意 都可能面临倒闭和结业 这对社会来说 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对经济来说 亦都可以造成比较大的压力 只不过资金很多 真的实在太多 所以一直在新经济相关股位上 令到这个板块多或少 起到一个避险的作用 但一个避险的势头 都要看估值 以现在这一分钟来训练 其实全国板块都已经有些超买 所以下半年难看的地方 就是先说指数 如果说疫症受控 疫苗出来了 情况不太差 指数回到26000、27000 或者高些都还可以 因为始终有很多钱 问题是大家有没有信心 但如果疫情仍然不断扩散 我就会比较担心 虽然市场不会大跌 但始终要宽布而上的机会 真的不是大得很重要 值得提的是 很多传统企业直到现在这分钟 都面对业务前景不明 或者盈利下限的势头威胁 所以指数要向上升 是否又要靠腾讯 是否又要靠港交所 就算你这两个再进一步上升 你都很难说拉动指数 是升得太多 腾讯只是潜行指成分 直到这一分钟都是10.3% 港交所都是3.46% 13.76%是成分股 我当你升得更多也好 你要拉动其他的蓝筹 一直上升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你要拉动恒生指数 作进一步明显的快磅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 最终都要看整体的传统蓝筹 包括友邦、汇控、中行、公行、建行 平保、中人寿和中移动 这些重磅男走的表现而定 我对下半年度的市况 看法就忠诚少少 我不敢看得太淡 因为市场的流动资金实在太多 但你说要看得太进取的话 回头又是要看回疫症对经济的破坏 到底何时才慢慢慢慢回和 部署方面我想就忠诚少少 我不建议大家全新投入 尤其是新经济的股份很多 已经升了很多 如果现在试买的 细细住大大声 问题就不大了